報告委員會 現在我們進行討論事項第四案 公司緣緣選舉罷免法第十八條 第五十七條及第六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 請宣讀審查報告 本院內政委員會於109年3月12日召開全英委員會議審查本案 由管造型委員臂林擔任主席 除邀請提案委員舒明提案要致 以邀請內政部政務次長陳宗彥報告 及中央選舉委員會派員列席說明必備質詢 經報告及審查並進行逐條審查 將全案審查文俊 本案並案審查文俊凝聚 審查報告提報約會討論 約會討論前需經党團協商 並推請管造型委員臂林 與約會討論事項補充說明 宣讀完畢 請召集委員管委員臂林補充說明 好 沒有說明 沒有補充 好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 需交於黨團學商 另外委員管碧林等 離聚公職連連選舉法編法第六十五條條文修正潮案 經第一會期第六次會議決定 禁負奧讀與相關提案並案協商 報告委員會 上開兩岸現在已經完成協商 請先讀協商結論 立法院黨團協商結論 時間109年4月6日 星期下午18分至28分 地點紅樓202會議室 協商主題一 內政委會報告病犯審查委員陳玉貞等18人擬據 公職連選舉罷免法第十八條及第五十七條條文修正潮案 其委員趙天林等25人擬據 公職連選舉罷免法第五十七條條文修正潮案 二 委員管碧林等18人擬據 公職連選舉罷免法第六十五條文修正潮案 協商結論如後付 協商主持人管碧林協商代表 鄭天財 蔣萬安 林玉華 賴香凌 陳玉貞 張其路 葉宇蘭 邱顯智 陳教華 林資明 張鴻露 黃世傑 湯慧珍 王美惠 柯建民 林文睿 賴慧原 審法惠 中嘉賓 鄭運鵬 林維洲 高鴻安 趙天玲 宣讀完畢 請問委員會 對以上協商結論有無意義 沒有意義 本案逐條討論時 禁一協商結論處理 公職連選舉罷免法 請先讀第十八條 第十八條 選舉人投票時一憑本人國民身份證領取選舉票 選舉人領取選舉票時 應在選舉人名策上簽名或開章或按指印 按指印者 並應有管理員其監察員各一人蓋章證明 選舉人名策上無期姓名或姓名不符者 不得領取選舉票 但姓名顯示筆物 因婚姻關係而慣性或回復本性 至於國民身份證不符者 請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員辯明後 應準領取選舉票 選舉人領得選舉票後 應自行圈頭 但應身心障礙不能自行圈頭 而能表示其意思者 得一其請求 由將主或陪同之人一人在場 依據本人意思 眼同賢注或代為圈頭 其無將主或陪同之人在場者 亦得一其請求 由投票所管理員其監察員各一人 依據本人意思 眼同賢注或代為圈頭 為防止重複投票或冒領選舉票這情勢 應訂定防範規定 其辦法由中央選舉委員會定制 宣讀完畢 第十八條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請宣讀第五十七條 第五十七條 公職員選舉應是選舉區廣場 及選舉人分布情形 就機關報選項公共場所 或其他適當處所分射投票所 前項之投票所 應選擇去變無障礙設施之場地 任無符合規定之無障礙場地 應使用相關補具或器材 協助行動不變者完成投票 選舉委員會應是場所之無障礙程度 試圖增加投票所之工作人力 主動協助行動不變者 原住民公職員選舉 選舉委員會的占著實際情形 單獨設置投票所 或於區域選舉投票所內辦理投票 投票所除選舉人及其證顧之 六歲影像的同第十八條 第三項會定之間所獲陪同圈人位 未佩戴各級選舉委員會 執發證件之人員不得慶祝 但且償還依法執行行務者不在此限 投票所與投票完畢後即改為開票所 當眾證明開票 開票完畢 開票所主任管理員與主任監訊員 即以投開票報告表宣布開票結果 屬於開票所門口張提外 並將同一內容之投開票報告表副本 當場簽名簽附推薦候選人之政黨 即非經政黨推薦之候選人所指派之人員 其領取以疑犯違建 投開票完畢後 投開票所主任管理員 應會同主任監訊員 將選舉票按用於票有效票 無效票及選舉人名冊分別包封 並於封口處簽名或開張 也並送交商站市區公所轉送 直強市縣市選舉委會保管 前項選舉票 除檢查官後法院依法行使 這局外不得開張 前項選舉人名冊 自投票日後第二日起十日內 選舉人得憑本人國民身份證 向指教市縣市選舉委員會申請長月 長月以選舉人所屬投票所 選舉人名冊為限 候選人或其指派人員 得長月所屬選舉區選舉人名冊 第六項選舉票及選舉人名冊 自開票完畢後 其保管情境如相 應用於票為一個月 二有效票及無效票為六個月 三選舉人名冊為六個月 前項保管期間發聲訴訟時 請與訴訟有關部分 應延長保管制裁判確定後三個月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請先讀第六十五條 第六十五條 在投票所或該票所有下令情勢之一者 主任管理員因會同主任 接場員令其退出 依在場喧嚷或干擾群 由他人投票或不投票不服制止 二 攜帶武器或危險物品入場 三 投票進行期間 川內或標設政黨政治團體候選人之旗幟 徽章物品或服飾不服制止 四 干擾開票或妨礙他人參觀開票不服制止 五 有其他不正當行為不服制止 選舉人有前項情勢之一者 令其退出時 應將所持選舉票收回 並將至時附近於選舉人名冊內 該選舉人姓名下 其請接受納者並演專案 喊報各該選舉委員會 除執行公務外 任何人不得攜帶行動電話或取 攝影功能追記才進入投票所 但已關閉電源追行動裝置不在此線 任何人不得於投票所 以攝影器材自探選舉人 簽選選選舉票內容 宣論完畢 第六十五條 照協商條文通過 全案經過二讀 現有民進黨黨團 提議繼續進行參讀 請問宴會有無異議 請先讀經過二讀之條文 第十八條 選舉人投票時 一名本人國民身份證領取選舉票 選舉人領取選舉票時 應在選舉人名冊上簽名或 該專或案指印 案指引者 並應有管理員及監察員 各議員該招證明 選舉人名冊上 無其姓名或姓名不符者 不得領取選舉票 但姓名顯示比悟 應婚姻關係而慣性 或回復本性 至於國民身份證不符者 經主任管理員 會同主任監察員辯明後 應者領取選舉票 選舉人領得選舉票後 應自行圈投 但應身心障礙 不能自行圈投 而能表示其意思者 得依其請求 由將主或 陪同知人藝人贊賞 依據本人意思 演同協助或代為圈投 請務將主或 陪同知人贊賞者 亦得依其請求 由投票所管理員 其監察員各藝人 依據本人意思 演同協助或代為圈投 為防止重複投票 或冒領選舉票這情事 應訂定防範規定 其辦法由中央選舉委員會定之 第五十七條 公正於選舉 應是選舉區廣峽 及選舉人分部情形 就機關購選項公務場所 或其當事當處所 翻設投票所 其中真投票所 應選擇訓練 無障礙設置的場地 任務符合規定之 無障礙場地 應使用相關服務局 或器材協助行動不變者 完成投票 選舉委員會 因此場所之無障礙程度 試圖增加投票所之工作人力 主動協助行動不變者 原住民公職人員選舉 選舉委員會得斟酌實際 其行單獨設置投票所 或於區域選舉投票所 內辦理投票 投票所 除選舉人及其照顧之 六歲影響而通 第十八條第三項婚店之家屬 或配同是人位 未佩戴各級選舉委員會之方 稱見之人 由不得進入 但檢察官依法執行 警務者不在此現 投票所與投票完畢後 即改為開票所 當眾暢明開票 開票完畢 開票所主任管理員 與主任接長員 即投開票報告表 宣布開票結果 除以開票所門口張天外 並應將同一內容之 投開票報告表副本 當場簽名交付推薦候選人 及非經濟政黨推薦之後選人 所指派之人員 且領取以一份違建 投開票完畢後 投開票所主任管理員 應會同主任接長員 將選舉票 按用餘票 有效票 無效票 及選舉人名策 分別包封 並於封廣書寫名或改成 以並送交鄉鎮市區公所 轉送直強式選舉委員會保管 前向選舉票 除檢查官後法院 依法行使之旨外 不得開拆 前向選舉人名策 自投票日後第二日請十日內 選舉人得憑本人國民身份證 向指甲市縣市選舉委員會 順請長月 長月以選舉人所屬投票所 選舉人名策違憲 候選人或盡指派人員 得長月所屬選舉區選舉人名策 第六項選舉票 及選舉人名策 自開票完畢後 其保管期間如下 應用於票為一個月 二有效票及無效票為六個月 三選舉人名策為六個月 前向保管期間發生訴訟時 其餘訴訟有關部分 應延長保管制裁判確定後三個月 第六十五條 在投票所或開票所 有俏列形勢之一者 主任管理員 應會同主任監察員令 其退出 應在場宣擾或干擾 全由他人投票或不投票 不服制止 而西電五計畫危險物品入場 三投票進行期間 穿戴或標示政黨政治團體 候選人之情勢會稱 物品或不是不服制止 四干擾開票或妨礙他人參觀開票 不服制止 五有其他不正當行為不服制止 選舉人有前向前選舉一者 令其退出時 應將所持選舉票收回 並將設置附近於選舉人名次內 該選舉人姓名下 其情節受到者 並應承認喊報各該選舉委員會 除執行公務外 任何人不得期待選舉電話 或注意攝影功能制器材進入投票所 但以迴避電源制選舉裝置不在此線 任何人不得於投票所 以攝影器材自在選舉人 選選舉票內容 選舉為必 三讀條文已經先讀完畢 請問一位 有無文字修正 沒有文字修正 決議 公子連連選舉霸變法 第十八條 第五十七條 及第六十五條 條文修正 通過 北安完成立法程序後 由委員登記發言 每位委員發言時間 二分鐘 現在請趙天靈委員發言 院長 各位同仁 大家好 今年2020年的大選 那我照例帶著我們一家大小去投票 那去接受民主的這個洗禮跟民主嘉年華的體驗 那但是呢 我也不禁會想 如果我是自己一個人帶著這個小孩子幼童 那我可能就會面臨了到底是安全 以及投票權力上面的一個天人交戰 那所以我認為呢 這樣的一種想法 這種天人交戰 一定也不是我們個人 所以在網路上 我們也看到了很多家長有這樣的一個反應 那我覺得身養育友善應該從頭做起 投票的頭 那要落實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父母監護人或其他實際照顧兒童之人 不得使六歲以下兒童獨處的規定 所以提出了公職人員選辦法第57條 總統副總統選辦法第53條的修正案 我們要特別感謝 非常暖心的管媽內政委員會的招委 管碧玲委員 在我們的這一屆次第一會期的第一週 就立刻排了這樣子的一個很重要的民生法案 而且呢 除了很高效率的出委員會之外 也立刻排定來進行草野協商 雖然這案子可以在今天 有機會很快速的來進行刪讀 所以特別謝謝管委員 那在總統公告之後 家長跟他所其照顧六歲以下的兒童 就可以一起進入投票所 然後不能自行圈頭 而可以表示其意識的身心障礙者 也可以請求家屬或陪同志人協助圈頭 總統選舉也要比照其他的選舉 選擇無障礙的場地或提供相關的輔據 確保身障者的投票權利 所以呢我想這是一個 雖然在政治的議題上並不是很熱門 但是它影響深遠的一個法案 所以呢在這個地方 謝謝我們本院所有委員的共同的支持 那我們也預告在今天中選會 如果正式有宣告 六月份要進行的這個罷免案的投票在高雄 就可以使用這個法律 六歲以下的兒童 家長可以帶你去一起投票 感受民主的嘉義年華 謝謝 謝謝趙委員 繼續請陳玉尊委員發言 主席各位委員 首先感謝這個全體委員讓本期所提的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十八條 及第五十七條修正條文 朝案順利刪讀 那接著下面會有這個 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十四條 及第五十三條也是本期所提的 相信也會順利的刪讀 本期所提的這個修正的這個重點 內容都是一致的 簡單來說就是有兩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考量身障者 行使投票權利的便利性 應依照身障者的自由意志 允許由其選擇之人來協助投票 而非僅限由家屬陪同 因此本期建議以放寬期 協助投票之人的範圍 對於身障者這個保護 第二個我們看到許多媽媽 阿公阿嬤帶著小孩子 或是孫子前往投票 但是沒有辦法讓六歲以下的兒童 一同進入投票所 那這樣子的限制 事實上是違反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也是也就是不得使六歲以下 兒童獨處之規定 所以予以修正 本案在內政委員會中 全體委員的方向一致 不管朝野 今天這個順利三讀的 這幾個法案裡頭 有四個法案 都是由我們內政委員會 在這次的第一會期 就是順利的提出來 就朝野協商 同意 朝野各黨團 不管是民進黨 國民黨 時代量 或是民眾黨團 都一致的這個同意通過 展確了我們內政委員會 有高效率的這個意識的這個效能 為了這個 全體國民這個很多的民生法案 在這個方向上 我們都是一致的 那謝謝 謝謝主席 謝謝各位委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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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委員 繼續請廣碧臨委員發言 主席各位同仁 我有一個剛剛滿兩歲的孫女 所以我的女兒呢 也很自然的 她就參加了年輕媽媽的團購群組 所以在總統 副總統選舉投票的時候 她就告訴我 年輕媽媽的群組 就有很多年輕的媽媽都在抱怨 他們六歲以下的小孩 不能一起進去投票所 因為沒有人可以照顧 或者陌生人照顧 小孩子會哭鬧 沒有安全感 所以他們放棄了投票 所以當本席擔任趙偉 看到陳鈺貞委員 跟趙天麟委員 終於提了選霸法的 這一個修正案 跟總統副總統 選霸法的修正案 讓六歲以下的孩童 可以進投票所 以及讓生臟者 他們所需陪同之人 除了家屬以外 可以是他們選定的陪同之人 我就非常高興 很快的排了審查 所以內政委員很有趣 提案委員是陳鈺貞委員 他自己也是招委 但是他提的案是 管招委來替他審查 但是我們一片和諧 這個法案終於可以不必再等待 然後在我們院會第一次 處理法案的時候 就可以順利通過 那本席也後來補提了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65條 以及總統副總統 選舉罷免法第61條的修正 然後並按審查 今天得以通過 未來在投開票所的秩序 可以更進一步的被維持得更好 那非常的開心 也非常的感謝內政委員會的同仁 部分黨派朝野的和諧 那今天四個法案 都是本席在內政委員會 然後擔任招委主持審查 讓他通過的法案 高效率的能夠修四個法案 在今天第一天處理法案的時候 都順利的通過 不需要拉下來一個月 非常感謝所有各政黨的支持 謝謝 謝謝 謝謝管委員 登記發言的委員已經發言完畢 報官院會 我們現在就進行討論事項第五案 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14條 第53條及第61條條文修正草案 請先讀審查報告 本院內政委會於109年3月12日 舉行全英委員會議審查本案 由管教級委員畢林擔任主席 除邀請提案委員說明提案要事 依邀請內政部政務次長陳宗彥報告 其中邮選舉委員會派員列行說明並被質詢 經報告及訊欄為必進行逐條審查 將全案審查文具 本案審查文具擬據審查報告 提報約會討論 約會討論前需經党團先生 並推請管教級委員畢林 於約會討論時做補充說明 宣傳完畢 請召集委員管畢林委員補充說明 沒有補充說明 本案審查會決議 需交於黨團學商 另外 委員管畢林等 擬據總統副總統選舉報名法第61條條文 修正草案 經第一會期第六次會議決定 禁付二讀 與相關提案並案協商 報告委員會 上開兩岸 現在都已經完成協商 請宣讀協商結論 法院黨團協商結論 時間109年4月6日星期 下午1時28分至28分 地點紅樓202會議室 協商主題 罷免法第53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2. 委員管畢林等18人擬據 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 第61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協商結論如後負 協商主持人管畢林 協商代表 陳玉珍 張宏露 賴慧源 張祺露 湯慧珍 選發會 蔣萬安 葉宇蘭 黃世傑 中嘉賓 林役華 秋顯聚 黃美惠 鄭運鵬 賴香凌 陳焦華 柯建民 林思民 高宏安 林文睿 林維州 鄭天才 趙天麟 宣讀完畢 請問議員會 對以上協商結論有無意義 沒有意義 便按逐條討論時 請禁一協商結論處理 總統 副總統選舉罷免法 請宣讀第14條 第14條 選舉人投票時 除令有規定外 因名本人國民身分證領取選舉票 反國行事選舉全職選舉人 因名本人有效之中華民國護照領取選舉票 選舉人領取選舉票時 應在選舉人名冊上簽名或蓋章或按指印 按指印者 並應有管理員及堅強嚴格議員蓋章證明 選舉人名冊上無期姓名或姓名不符者 不得領取選舉票 但姓名顯細筆悟 因婚姻關係而慣性 或回覆本性至於國民身分證不符者 經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建強員辯明後 應準領取選舉票 選舉人領得選舉票後 應自行圈頭 但應身心中也不能自行圈頭 而能表示其意思者 得依其請求 由僵屬或陪同志人藝人在場 依據本人意思 言同協助或代為圈頭 請無僵屬或陪同志人在場者 亦得依其請求 由投票所管理員及堅強員跟藝人 依據本人意思 言同協助或代為圈頭 未防止重複投票或冒領選舉票 這情勢 應訂定防範規定 其辦法由中央選舉委員會定之 宣讀外畢 好 第十四條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請先讀第五十三條 第五十三條 總統 副總統選舉 應是選舉人分佈情形 就其規劃選項公共場所 或其他適當處所 分設投票所 其向之投票所 應選擇具備無障礙設施場地 任務符合規定之無障礙場地 應使用將會輔助或器材 協助行動 變成完成投票 選舉委員會 應是場所之無障礙程度 適度增加投票所之工作人力 主動協助行動不變者 投票所除選舉人 及其就固執六歲以下兒童 第十四條 第四項規定之將屬或陪同之人外 未佩戴各其選舉委員會 執發事件之人員 不得進入投票所 但檢察官依法執行 警務者不再此現 投票所於投票完畢後 即改為開票所 當眾倡名開票 開票完畢 開票所主任管理員 及主任監察員 其依投開票報告表 宣布開票結果 於開票所門口張貼 並應將統一內容之投開票報告表 完畢後 投開票所主任管理員 應會同主任監察員 將選舉票 按用餘票有效票 無效票及選舉人名測 分別包封 並於封口處簽名或蓋章 一併送交商政市區公所 轉送自家市縣市選舉委會博會 前向選舉票 除檢察官或法院 依法行審至權外 不得開篩 選舉人名測自投票日後 第二日請十日內 選舉人或候選人 得向自家市縣市選舉委會 申請長約 候選人等委託他人 持委託書到場查閱 選舉人 候選人或受託人到場查閱時 均應持本人國民身份證 但選舉人查閱 以其所屬投票所選舉人名測為限 第五項選舉票即選舉人名測 自開票完畢後 其保管期間容項 一併於票為一個月 二有效票僅無效票為六個月 三選舉人名測為六個月 前項保管期間發生訴訟時 其餘訴訟有關部分 應延長保管制裁判確定後三點月 宣讀而畢 第五十三條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請宣讀第六十一條 第六十一條 在投票所或開票所有下列期設置一者 主任管理員因為同主任監察員立即退出 因在場宣擾或干擾 卻由他人投票或不投票不服制止 二 新代五金華危險物品入場 三 投票進行期間 穿戴貨標是政黨政治團體 或選人之旗幣揮張物品或服飾不服制止 四 干擾開票或妨礙他人參觀開票不服制止 五有其他不正當行為不服制止 選舉人有前向前設之一者 令其退出時 應將所持選舉票收回 並將事實附近於選舉人名稱內 該選舉人性名下 其請接受到者並因專案和報告該選舉委員會 除執行部位 任何人不得欺貸使用電話 或取以攝影功能之器材進入投票所 但已關閉電源之行動裝置不在此線 任何人不得於投票所 與以攝影器材自探選舉人選選選選選選選票的內容 選讀外幣 第六十一條 照學三條文通過 請案經過二讀 現有民進黨黨團體議繼續進行三讀 請問宴會有沒有意義 沒有意義 請先讀經過二讀之條文 第十四條 回復本性正與國民身分證不符者 經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員便明後 應者領取選舉票 選舉人領得選舉票後應自行圈頭 但應身心障礙不能自行圈頭 而能表示其意思者得一起請求 由交屬或陪同之人一人在場 依據本人意思 言同協助或代為圈頭 其無交屬或陪同之人在場者 亦得一起請求 由投票所管理員及監察員各一人 依據本人意思 言同協助或代為圈頭 不以防止重複投票或冒領選舉票之情勢 應訂定防分規定 其辦法由中央選舉有會定之 第五十三條 總統副總統選舉 應是選舉人分布情形 就機關後選向公共場所 或其他適當訴訟分射投票所 前向之投票所 應選擇具備無障礙設置之場地 任務符合規定之無障礙場地 應使用相關服務局或器材協助行動 不便者完成投票 選舉委員會因是場所之無障礙程度 適度增加投票所之工作人力 主動協助行動不便者 投票所除選舉人及其 政府公司六歲以下兒童第十四條 第四項規定之家屬或陪同之人外 未佩戴各級選舉委會制發證件之人員 不得進入投票所 但檢查萬一把執行警務者不再此現 投票所於投票完畢後 即改為開票所 當眾唱名開票 開票完畢 開票所主任管理員及主任監察員 即應投開票報告表宣布開票結果 於開票所門口上帖 並應將統一內容之投開票報告表副本 當場簽名將付推薦候選人之政黨 或以連續方式登記之候選人所指派之人員 其領取以一份違憲 投開票完畢後 投開票所主任管理員 應會同主任監察員 將選舉票 按用語票 有效票 無效票 即選舉人名冊分別幫封 並於封口處簽名或改章 以並送交鄉市區公所 傳送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保管 前項選舉票 除檢察官或法院 依法行使執取外部的開拆 選舉人名冊自投票日後第二日起十日內 選舉人或候選人等向直轄市縣市 選舉委員會申請長月 候選人等委託當人請委託書到場長長月 選舉人 候選人或送托人到場長長月時 均應持本人國民身份證 但選舉人長月以其所處投票所選舉人名冊為限 第五項選舉票即選舉人名冊 自開票委批後 其保管期間如項 應用語票為一個月 而用語票即無效票為六個月 三選舉人名冊為六個月 前項保管期間發生訴訟時 其與訴訟有關部分 應延長保管制裁判確定後三個月 第六十一條 在投票所或開票所由項列情勢之一者 主任管理員應會同主任監察員令期退出 應在場宣擾或干擾 卻由他人投票或不投票不服制止 而新代武器或危險物品入場 在投票進行期間 穿戴或標示政黨政治團體 候選人之旗制 徽章物品或服飾不服制止 四干擾開票或妨礙他人參觀開票不服制止 五有其他不正當行為不服制止 選舉人有前項情勢之一者 令其退出時 應將鎖持選舉票收回 並將制止附近於選舉人名冊內 該選舉人姓名下 其警截重大者並應專案 含報各該選舉委員會 除執行公務委任何人不得欣賞行動電話 或取攝影功能之器材進入投票所 但已關閉電源之行動裝置 不在此線 任何人不得於投票所 以攝影器材自在選舉人 選選選選舉票內容 選舉完畢 三讀條文已經先讀完畢 請問院會有沒有文字修正 沒有文字修正 決議 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兵法第十四條 第五十三條 及第六十一條條文修正通過 報告院會 貶制會議進行到此為止 四月二十一日 星期二上午九十 繼續開會 進行討論事項 請各黨團幹部 於四月二十日 星期一下午三點 至議場三樓 繼續進行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 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 部分條文修正查案之協商 現在休息 有記者 有記者